我們今天的樂園現在開始 立場機會上一天 議員了文憲 實際對人愛鄉長正村 長期以來都沒有說差形式 來提出建議給看法 中正村很多老人家 還有小孩子 上學的時候都是由家長接送 甚至還有小孩子 學生 國中學生 騎摩托車到學校去 所以在這裡 我們建議我們南投先政府 協調南投客運公司 能夠行駛這個小型的巴士 既然王蔡雲也支出 增加公車 剛才可以讓中正村受費以外 遠路也會經過水頭 紅線水 過欽町町 讓附近的老人更方便 很多老人家都比較多 還沒開車 也要身體不舒服 要亂都很不方便 在這裡也要建議館長 要關心這個區塊 不是中正村的村民 甚至我們保里町 伊林里 過欽 紅線水 到我們水頭 都有很多人 需要有公共設施的一個 這個車 來給他們擠 另外議員林英雄 是希望管政府 可以用南投官的交通網路 做規模 來提升未來的觀光發展 有心的話 應該做一個整體南投線的交通 整個交通網的規劃 要怎麼把南投官的交通網 可以串連起來 尤其有時候 甚至連京店 還要它進入 這樣我相信 你說要來做觀光首都 這是真的觀光首都 不是淪圍航口號的觀光首都 這個偏遠地區 因為一定要有政府來做 給這些客運公司來做補助 他們才要開這個班車 所以我想 我們會跟這些客運公司 過去哪一家客運公司在行駛 我們就來跟它協商 我們請公路總局 對行駛這條路 給著量的給他們 一個經費的補助 這樣才能夠達成 這個鄉親的一個願望 保理一定同往中進村這條路線 已經有這麼多年 都沒有公車行數 讓大地附近的貴賓 實在不方便 希望管府 可以趕緊和客運 由此來合調 將問題做改善 記者節目上 蔡英文報導